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了来了 快来看一下 新鲜的桃花 水鲜花 什么花都有 走过路过千万别错过呀 姐姐姐快点去看一下这间地方好特别 对哦 看过这么多间 这间地方是最新鲜的 但是那个老板娘说普通话的 不要紧了 等我出马 啊 这个是水鲜花吗 我在家里经常看到 可是它有什么用意 对 你说的没错 这是水鲜花 中国的水鲜花 富贯是黄色 外面一层是白色 平长像一只小盘 这种形态称作金盏银台 它素雅清香 郁郁吉祥 快乐 幸福 充满无限生气 因此农艺新年时 家家户目桌上都喜欢摆放香气四溢的水鲜花 来迎生姐夫 妹妹 你问一下这个好像 这个好像柠檬的椰是什么 我想问这个柠檬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瓜 还有这个 其实呢 这是桃花 知道桃花背后有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吗 不知道 桃花呢 背后有一个浪漫的故事 唐朝诗人吹护 进京硬势落地 到城郊丧心 建议幽进宅院 禁不住敲了门 一位美貌女子打开门 催护告知口渴 女子便迎入内奉茶 两人互生情愫 催护想起此事 情不可异 再度来访 却只见大门伸耍 依人扰然 便在门上付诗一首 去年今日此门中 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 过了数日 催护又路过此地 听到屋内哭声 心中不解 上前叩门 一老公前来应门 得知来人正式催护 便告知女儿 于是两人结为夫妻 是不是很浪漫 是 妹妹啊 好像一样都好啊 不如我们全部包上去好吗 好啊 老板娘给我全都不包起来 好吧 谢谢你的武功啊 还不错啦 嗯 谢谢你老板娘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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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